发动贸易战,真的能保护美国的产业吗? 前几天,美国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,联邦政府声称,这是为了保护美国相关产业和工人的利益。 这件事情在全球引起轩然大波。 时间过了一周,大事开始明朗,美国的盟友们陆续表态了,他们会跟进吗? 这一波中美博弈,谁将站在中国的一边呢? 关于加征关税,拜登政府的官员们说,这是为了保护美国产业和工人的利益,但是各方的看法却有很大的不同。 世界又一次看到了美国霸权的真相,他们已经完全撕破脸了,没有什么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可言,人类文明的灯塔开始倒塌了。 在美国国内看来,大选之年,拜登就是为了那几个摇摆州的选票,否则你无法解释,加关税的产业跟摇摆州的优势产业惊人一致。 在美国的盟友们看来,这是美国对他们的又一次变相施压,逼迫他们在中美之间站队,跟与不跟都是非常艰难的选择。 把所有看法都综合起来,或许才是真相,贸易战本来就不是简单事件,而是影响广泛的。 最重要的是,拜登政府这次不仅违背了美国自由贸易的价值主张,而且无法自圆其说。 六年前特朗普开打贸易战,就是为了抢钱,为了跟中国谈条件。 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因此嘲笑特朗普不懂经济学。 特朗普不懂经济学,甚至是最任性的总统,想怎么干就怎么干,你拜登自诩精英,不会这么无知吧? 更不可以这么任性吧? 一直以来,最朴素的经济学观点都认为,全球化时代,贸易保护主义不会有效保护一个国家的产业,反而会使它们在温室中成长,从而失去竞争力。 今年4月份,福特汽车董事长比尔·福特公开批评说,美国汽车行业受到华盛顿政客的反复折腾。 去年6月份,他曾经说,中国将成为汽车强国,但福特已经做好了迎接竞争的准备。 汽车行业咨询公司Automobility的首席执行官比尔·卢索认为,这不会让美国汽车行业在产业转型的未来竞赛中保持优势,反而会使美国汽车面临缓慢但却必然的死亡。 很显然,业内人士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反而会伤害美国的产业,只有竞争才能成长。 欧洲的德国和法国明确反对。 德国媒体5月17日报道,德国总理舒尔茨公开发声,直言美国此举有失公允,严重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。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也表示,就加征关税一事,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个坏主意。 5月16日,欧盟外交负责人伯雷利在美国硅谷访问,被媒体问到欧盟与美国在中国威胁问题上意见是否一致时, 他明确说,我们是盟友,但我们并不一致。 伯雷利甚至直接批评说,对电动汽车征收100%的关税,这是美国再没有与我们进行任何协调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。 英国金融时报5月15日刊发题为《美国正在走向孤立主义》的文章,讽刺说, 美国正在与自己竞争,看哪个政党能够更快速地去全球化。 美国总统拜登对一系列中国商品加征关税,包括对电动汽车征收100%的关税。 但特朗普说,他认为应当加200%的关税,并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至少10%的关税。 美国这不是要与中国脱钩,而是与整个世界脱钩。 文章认为,拜登正在削弱美国的竞争力。 美国财政紧张,作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国,难道他们发现了,加关税可以更快地抢钱吗? 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日本和韩国则显得禁弱寒蝉,他们不敢公开发声,并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与中国的贸易。 为此,日本和韩国不约而同地加快了修复与中国经济关系的行动,他们从5月初开始,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与经贸会议, 最重要的就是本月底在韩国举行的中日韩工商峰会。 这一波中美博弈,谁会站在中国一边呢? 这个问题很难有准确的答案,世界正处在重大变局过程中,政治局势是复杂的,经济关系更加复杂多变。 除了美国旁边已经绑得死死的加拿大和墨西哥,大多数国家或许都不会做出明确的选择,他们会交给市场和时间去检验。 事实上,这件事情更大的负面效果,是美国在逼迫盟友们站队的同时,也正在逼迫他们远离美国,因为他们都看见了这个国家正在失去理智而变得疯狂。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关系最终都是利益,当他们发现某些选择纯粹是出于美国政客们的疯狂,而不是出于经济利益的时候,他们就会选择离那些人远一些。 美国的盟友们不会占中国,他们只会占利益。 所以如果中国不强大起来,没有能力输出更多利益,就不会得到更多支持,这就是本质问题。 超长期国债秒光。 有钱人哄抢,中国经济难题,谁在阻碍复苏? 这两年经济复苏缓慢,关键时刻国家出手。 5月17日,超长期特别国债正式发行,不出所料供不应求,可以说被秒光。 谁抢走了这批国债? 这是国运挡不住了吗? 这两年,谁在阻碍中国经济复苏? 超长期特别国债能解决问题吗? 或许我们能从国债被抢光这件事上,看到趋势。 首先发行的是30年期特别国债,经过竞争性招标,本期国债的票面利率为2.57%,2.57%的利率稍稍高于目前银行定期存款,但也有商业银行五年期定存利率比这个高一些。 所以,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。 尽管如此,这批国债仍然被一抢而空,是谁抢走了? 占大头的当然是投资机构,5月时期开始发行国债,5月20日多家银行才面向个人投资者发售。 需要说明的是,银行出于经营角度,更愿意卖给机构,这是正常操作,不是不卖给老百姓。 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消息,个人投资者主要有三个特点。 第一是,以往通过银行渠道认购股票型基金的高净值投资者,他们想分散个人投资组合。 第二是看好未来债牛行情延续的个人投资者,他们相信未来央行将实施新的货币宽松政策,金融市场资金流动性继续合理宽裕,带动特别国债在二级市场价格区涨。 第三是将特别国债作为阶段性现金管理调节工具的个人投资者。 报道还提到,有些投资者投入高达上百万。 高净值人群是专业用语,换句话说,就是有钱人。 超长期特别国债被秒光,只能说明国家信用度很高,大家相信国家,这几年我们也越来越爱国了,无论有钱人还是没钱的人。 有些人有抱怨,甚至批评,但并不代表他们不爱国,更不代表他们不会买国债。 除了国家信用,这件事还破除了最近几年另一个假象和谎言,老百姓没钱。 居民存款大约150万亿,金融资产总额超过200万亿,你说老百姓没钱。 这一点,我们真是越来越像日本了。 2023年,日本总国民储蓄总额占GDP比例为29.73%,大约175万亿日元,居民金融资产超过2000万亿日元,按目前暴跌的日元汇率计算也超过90万亿人民币。 中国老百姓人均财富比日本人少得多,但总财富比日本人多得多。 当然了,中国人口数量是日本的11倍,GDP是日本的4.3倍,钱多点也正常。 前些天,大家抢20多万的汽车像抢白菜一样的时候,我们就说了,老百姓没钱是假的。 中国的老百姓,很多人只是在买房的时候没钱,有些人在消费的时候没钱。 更现实的真相,只是没钱的人是真没钱,那些有钱人从来就没有没钱过。 150万亿人民币存在银行里,不投资也不消费,而且存款还在快速增加当中。 同时,企业存款也在增加当中,他们跟老百姓一样,有钱也不知道往哪里投资。 银行给你打了很多次电话,说可以贷款50万给你,你就会想这个钱又不是不用还了,我贷这个钱干嘛呢? 前些年我们拼命买房,拼命消费,各种信用贷小额贷,借钱也要超前消费,现在变了。 这才没几年时间,就变成不敢消费,更不敢投资了。 这就是咱们中国人,容易谨慎保守,容易跟风,稍有风吹草动,就会把节衣缩食的老习惯捡起来了。 所以,中国不是缺钱,而是无论老百姓还是企业,他们手里就算有钱,也不知道往哪里投资,更不敢花了浪费掉。 这是我们经济当中最大的症洁之一。 有人说,这些钱大部分都是有钱人的。 所以,我们可以说,有钱的老百姓和有钱的企业,他们不敢投资和消费了,这就是我们经济复苏最大的阻碍力量。 也有人说,要让他们投资和消费,经济就得好起来,信心地起来,甚至房地产也要起来。 但是,经济不是一下子就能好起来的,信心修复更需要时间,房地产就更不用讲了。 这两天看到任泽平说,唯一的办法是通过财政货币扩张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。 他的有些观点,我们不太赞同,这句话倒是非常赞同。 所以,国家出手,超长期特别国债破局来了,怎么破局呢? 5月21日,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新闻发布会,回应超长期特别国债投资项目落地等问题。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,从今年开始你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,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。 下一步,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牵头会同有关方面,认真做好两重建设各项重点任务的组织实施工作。 打赢金融战,中国经济破局,从2024年开始。